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出身从2014年从中国好新出道至今已经是6年了 如今已经28岁了,已经从一个萌萌的上年长成了谈婚论家的年纪 粉丝们也是操作了心的,妈妈粉们整天在疯狂的催婚叨叨个不平 爸爸粉们也是始终放不下心头的这块石头 女友粉虽然周深不认为他有女友粉,还在努力 争取成为了周深想要娶的那一款快递 周深这一路走来,在历一年的采访里面提到自己的感情激励的时候 已经从最开始觉得特别的羞涩和尴尬,慢慢到现在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了 小编从这些采访里面要为大家整理到周深的三段的感情经历,一起来看看吧 一,甜色的初恋 初恋就是在周深高中的时候暗恋过一个同班女生 她的温柔和温暖感染到了她,觉得她能够每天见到这个女孩 和她同处一个屋檐之下,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开心最幸福的事情了 后来在一次参加农训,类似于军训的集体活动 学习农村的种子技术的时候,周深也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气 跟那位同学表白,还给她唱了首歌,没错 在2014年后视频重返巅峰的时候,周深就把这首歌再次送给了她暗恋的女同学 并且送上了深夜的祝福,网易音乐,可以收到哦 当然,大家可能也预料到了,就她被拒绝了 后面过了两三天,那位女同学做了饭,带来给周深吃 还为了周深一句,为什么不再问我一遍呢 她也被周深拒绝了 两个人相互拒绝,花上了句号 在那个情窦初看的年纪,周深有这样一段不完整的旋律呢 也会成为最美好的回忆,陪伴周深一起走过岁月的漫长 二,皮蛋瘦肉粥的故事,第二次呢,也是在高中 一位女同学呢,就是同班同学嘛,追着她 那位女孩子呢,可能会想要拴住周深的胃吧 可是呢,食物选择了周深不喜欢的皮蛋瘦肉粥 还记得她在班主任的课上的时候吃 当时周深就觉得,哎呀,胃已翻江倒海的 本能上的反应出了哦的一声 当时看到这段采访的时候,我也是笑得前仰后福的 三,乌克兰美女求生计 第三次呢,是在乌克兰读书的时候,一位乌克兰美女追着她了 按她的描述呢,是因为国外思想开放嘛 对待爱情呢,不像是说,像国内怎么的内敛 很直白呢,就和周深表白了说,我喜欢你 周深反手就送了一句,哦,谢谢 采访的时候呢,也是开玩笑的口吻 她追了我两公里路吧,可能是想要挤一支堂江吧 看来周深挺受国外女孩子的欢迎啊 不过呢,她也表示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中国女孩子 女友粉们呢,也是唱出了一口气 看来呢,周深的同学还没有过一段完整的感情经历吧 还没有认真体会过这个爱情带来的甜蜜 不过呢,也不用担心,虽然周深在法国排队的时候追张雨淇 但是现在追周深的人呢,也从法国配到中国了 爱情这种事儿是强求不得的 慢慢来,希望她能够早日的找到真爱吧 上面我们聊了周深的三段感情经历 甜色的初恋 皮蛋兽的故事和乌克兰美女的求生剂 接下来我们聊聊周深自己讲述的 总我标准和爱情观 2018年周深开启了自己的首个 巡回演唱会的深空间 做客看开新闻,为自己巡演 宣传接受采访的时候聊到了自己的 择偶标准和爱情观,周深在心里把期待的女孩子 有三个特点,一有主见的二 活泼开朗的三,最好比自己高一点 有主见,周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没有主见的人 在做抉择的时候显得犹豫 犹豫受到外界的干扰 但他觉得自己有一点非常好,就是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所以希望自己喜欢的另外一名伴呢 是个有主见的女孩子 活泼开朗,周深本来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的 机灵鬼呀,再找一个活泼的女孩子 会不会太吵了,周深觉得不会呀 我希望每天都在欢声笑语当中开新的度过 每天都有满满的正能量,满满的围绕着我 不想要听到每天回家有很多的抱怨 今天又上奖了一块钱 今天的塑料又贵了一毛钱 连这个花都在为我哭泣 比自己高一点 周深个子不高,自己已经深刻提醒到了身高 太矮的苦恼了,有时候过个东西都过不到 作为未来孩子的父亲 得为孩子想想办法呀,那就找个高点的妈吧 但是也不要太高哦,175都太高了 他的一个朋友跟他开玩笑说 周深啊,我很难想象以后你结婚的样子 找一个跟你差不多高的吧 像两个小孩子在办交交酒的结婚 花童都不需要了,可能花童都比你还高 找个比你高的吧 以后出去街上的话都像姐姐领个地点 周深的爱情观,爱情真的是一种缘分啊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看一眼 你就找到了民众注定的另一半 我们现在呢,在心里边设定的这些 择偶标准啊,事与这些条件啊 可能会在看到他那一刻起 瞬间就土温瓦解了 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了,缘分这东西就是很奇妙 有时候冥冥之中呢,就注定好了 你在某个地点某个时刻遇到他,这谁都说不准 所以感觉感觉特别重要 周深的爱情观呢,我认为是非常赞同的 我很多朋友都会在心里面默默的立一些标准 自己的另外一半性格要怎样啊,长相怎样啊 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的女朋友或妻子 都不是真的符合他们的视力那些标准的 趁爱到来的时候呢,所有的预设都是有可能被推翻的 此外作为国内的首档 以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为主要内容的亲手驾到 那自从在湖南卫视开播以来呢 就引起了大家高度关注,其原因呢不仅是节目的内容 更有各位艺人在学生过程当中引发的各种爆笑话题 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呢,各位嘉宾都顺利拿到了机动车驾驶证 成为全国4.51有证全体的一员 各位嘉宾呢,原本以为拿到驾驶证之后 节目就顺利的收官了 没有想到节目组又给大家安排了为期四天的 呼伦菲尔大草原的自驾之旅 听到这个消息的各位嘉宾在欣喜之余呢 心早就已经在大草原上放飞自我了 而当大家真正到达呼伦菲尔尊时的时候 节目组还让给了每个人一张卡片 让大家把各自的心愿写了下来 在周深看到那张心愿卡的时候 他的发问直击灵魂 他说心愿写什么呀,这一生的心愿吗 导演马上纠正说 知内蒙古自驾游的心愿 而周深说呀,真实的心愿是不愿意说出那么远的差的 最大的心愿呢就是马上回去 但这并不是他写到心愿卡上的心愿 再看看其他的嘉宾呢 霍尊看到心愿卡的时候 他想起了此前结识了一位马头琴制作大师白师傅 他写下了去找白师傅玩 一向追求刺激的小鬼王林凯又刚拿到驾照 他的心愿呢当然是要来一趟刺激的森林越野了 以上到歌手出道的王子仪 他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要能够找一个能歌善舞的蒙古人 来比拼舞蹈来一个舞会友 在他五一的心愿呢开启了追星的模式 他想要和每一位学生拍一张好看的照片 除了男嘉宾之外呢 两位女嘉宾吴轩宜和与美人的心愿呢 更是非常务实在这场节目中呢 无限一爱玩耗动的本质体现的是一览无遗的 而他的心愿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去游乐场 酣畅淋漓的玩一会儿再吃些好吃的 而与美人的心愿呢就是要证明自己的车技 他想让坐在他车上的人呢能够踏踏实的坐车 那么周深的心愿是什么呢 他在心愿卡上面写下了发呆两个大大的字 就发呆的这个心愿应该是周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也是他最想实现的心愿 因为他这一年太累了 这两年虽然周深日子不断上升 在今年呢他一口气参加了十余档的奏音节目 而且其中呢有好几档还是以常驻嘉宾的身份出现的 每个月的行程都排的满满的 即使在疫情期间他也没有能够停下脚步 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赶场一样 甚至可能会出现早晨醒来 先想一下自己这是在哪个城市的幻觉 这一年的周深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不仅分析了众多笑点 而且还给大家带来的很多好听的歌曲 特别是在央视中青晚会智商 他和萨迪领合作的左手指约 更是被人民称之为是先翻天灵盖的高音演员 终于能够逃离喧嚣的都市 在天高云淡风景宜人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自由呼吸的周深写下的发呆这个心愿 让他的生民们看了之后感觉是那么的卑微 而未后的真实生活呢却有让生民们心疼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